大家好 北京时间5月25号 给大家带来南非得方四名赛 混合双打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混双的半决赛 谁赢谁进决赛 怀曼林斯洞对阵的 张本志和早天希腊 在第一局比赛 怀曼林斯洞 厉害 3比7落后的情况下 最终完成惊天力转 而且是打了一波 8比0的攻击波 11比7拿下 特别 第二局比赛也是 非常的精彩 这因为中国组合前三拍 要打的更为出色一些 三大胜利支持 全三拍 第二点是自信心 第三点是不要失误 远少输 这个球 张本志和早天希腊 那他们的这个世界排名也很高 去到了第二位 那本窗的世界排名第一 那本窗的世界排名第一 是孙尹莎 王楚清 第二局比赛被 三本志和早天希腊 早天希腊 无多呢在录好 看看接发球 百慢的接发球 哎呦 三五 看来第二局的话 看来第二局的话 小天希了 张本志和 特别的苏醒 第一局看来被打晕了 海曼凝失动 海曼的发球 好的 又是一个 逆转吗 刚刚是3比7落后 现在是2比6落后 3比6 好球 连续追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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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本志和早天希腊 领先了 以为要赢了 随着到国拼上演 阴天立着 好球 好球 这是第一局的比赛 现在第二局 4比7 我们还是落后三分 老天希了 那他在比双的比赛 已经是0比3 副敌我们这边的陈梦 王毅敌组合 已经是惨招淘汰 人4强都进不了 那现在混双打到了是半决赛 随赢随进决赛 4比8 中国队发球 百曼这球 个人认为是非受迫性的失误 反手的领纳还差那么一点 好球 林斯洞的发球 9 5 还是追了1分 但是4比9落后的 这个难度要比第一局还要大 好的 9 慢慢追分 9 三分自合的发球 嗯 那么这一局的话被 三分自合少填希了 拿到了四个局点 危险啊 危险危险 以漢丢局 11-6 game Harimoto